别人为什么不把你当回事,因为你出了善良,还没有主见,因为你太善良,处处为别人着想,护士了自己的真实感受,受了委屈独自承受,从来不会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,久而久之,你的存在感如同透明。 因为你太好说话,不知道怎样拒绝无理要求,让一些人得寸进尺,却从无感激之情,时尚的人,只会对感于说不得人欲发尊重,对招之急来挥之急去人,却是不屑一顾,因为你太没有主见,听从一切指挥和安排,即使心有不甘,也不敢去理力争,如同皮影系中的崔磊,让别人牵你发动全身。 因为你看你来顺受,遵从不着边际的桥桥框框,给自己套上无形的枷锁,这世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,只有值得不值得,所有的道德放假者,从来都是只剩事外。 因为你没有坚强的后盾,无论是经济上,还是精神上,无论是作为自身的优秀程度,还是雄厚的家庭背景,这些都是决定加分还是减分的项目。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,这社会就是这么现实,因为你总是学不坏,很不下心,做不出绝情的事情,没有人不喜欢好人。 就像没有人不惧怕恶人一样,当然这不是让你去做恶人,但请记住,一定要做一个有原则,有底线的好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